英國《泰吳士報》4月1日獨家報道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的準備階段 中共對烏克蘭的軍事、核設施等基礎建設 進行了大規模的網絡攻擊 內容表示 根據烏克蘭安全局稱 由中共政府協調的黑客 對烏克蘭國防部等機構在內的600多個網站 進行了幾千次的攻擊 尤其是在北京東俄會 以及中俄領導人期間會面結束之後 2月23日 俄羅斯發動戰爭的前一天 這些網工達到頂峰 顯示莫斯科早就在將入侵計劃 事先告訴中共 英國政府發言人 鄉泰吳士報表示 正在與國際夥伴 就這項指控進行調查 美國情報界消息也證實了這個情報準確 不過隨後 烏克蘭安全局則在推特聲明澄清 並未向媒體提供過相關信息 另外 由於中共一直拒絕對俄國實施任何壓力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也大聲說 包括中共在內的國家 加重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 卓蓮斯基在1日接受霍氏新聞採訪中說 呼籲中共與西方國家同一陣線 加入烏克蘭的安全保證國 但是先前的烏俄談判結束之後 中共就以北傑民為由拒絕擔任網絡保證國一職